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1月29号星期五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预算赤字恶化 Bart票价明年涨5.5% 拜登劝特朗普重新考虑 对墨加提高关税称将适得其反 24x全国交易所计划 于2025年推出提供23小时交易服务 中国记者原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 因间谍罪被判7年 中美幻求被美国释放的三人中 有一人是持有儿童色情物品的罪犯 伊朗称与英法德官员在日内瓦举行了坦诚的会谈 英国下医院初步通过让绝症病人可结束选择生命法案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明年1月1号开始 湾区捷运乘客将面临票价上涨5.5% 这是巴尔特连续第三年在新年元旦当天调涨票价 巴尔特表示调涨票价与通货膨胀有关 也是加强财务基础努力的一部分 巴尔特平均票价将从4.47元上涨25美分至4.72元 新票价调涨预计每年将带来约1400万元收入 加上去年票价调整 总收入将达3000万元 将有助于支付营运成本 包括扩增安全措施 增加列车服务与投资项目 本来消息 据APC地方新闻期台的报道 凯撒医院计划缩减其奥克兰总部的规模 将有超过千名员工 迁至东湾城市普莱森顿 几十年来 该公司一直将奥德威大厦作为总部所在地 目前尚不清楚缩减规模的具体情况 而在此前 由于奥克兰治安急剧恶化 许多在当地的公司 不得不聘请保安 陪同员工从其工作的大楼 走向停车场 或者湾区捷运站 而一直在希望吸引更多企业和商家的 布莱森顿 是东湾更加安全 并且管理比较完善的城市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 周四表示 他希望当选总统特朗普 重新考虑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关税的计划 称这可能会破坏与密切盟友的关系 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周四当天 拜登在麻州南塔基特参观一处消防站 并与家人一同送去南瓜派 在那里共度感恩节假期 并就特朗普最新的关税计划表示 我认为这是个适得其反的做法 特朗普周一曾表示 除非墨西哥和加拿大 加强打击毒品和跨境移民 否则他将对这两国征收高额关税 很多人认为这一举措 违反了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 标普全球在周五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如果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进口关税 欧洲和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年度核心利润 可能损失高达17% 并警告称企业信用评级可能面临下调风险 报告指出 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组装大量汽车的汽车制造商 将最容易受到关税上调的威胁 标普表示 如果将高关税 欧洲从2025年起实施的更严格碳排放规定 以及中国和欧洲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综合考虑 汽车制造商的盈利压力将显著增加 并可能导致企业信用评级下调 特别是在2025年 24Exchange公司近日宣布 计划于2025年下半年推出24X全国交易所 在获得最终监管批准后 将在工作日提供近乎全天候的交易服务 根据该公司的声明 24X初期将于工作日东部时间凌晨4点至晚上7点运营 一旦通过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所有审批程序 交易时间从每周周日晚上8点开始 一直持续到当周周五晚上7点结束 每天仅暂停一个小时用于系统维护 这一趋势与加密货币市场的兴起相吻合 加密货币市场在全球范围内 24期不间断交易 此外24X将首先专注于满足亚太地区 对美国股票夜间流动性日益增长的需求 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灵活的交易机会 华盛顿邮报援引非盈利组织RedFed的 说法报道称 今年感恩节期间 人们将扔掉约3.16亿磅食物 浪费的火鸡土豆泥和其他配菜的总价 将超过5.5亿元 这些被浪费的食物足以让美国所有食物匮乏的人 吃饱5次 多项研究表明使用小盘子 可以确保人们不会把他们 不会吃并最终扔掉的食物放进盘子里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小芳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本来消息 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 在近日召开大型银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说大型银行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 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仓石 又需要加强大型银行自身高质量发展能力 持续强化风险管控 改进资产负债管理 加强全面成本管理 本来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 29号在出席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工作会议上说 金融机构要将稳定负债成本的效果 传导至贷款端 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促进金融资源高效配置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优化非营同业存款利率自律管理的自律倡议 和关于在存款服务协议中 引入利率调整兜底条款的自律倡议 据中国官媒29号报道 中国已放宽深圳居民赴港签证限制 自12月1号起 允许深圳居民每年多次入境香港 每次停留时间最长为7天 多次入境签证有效期为1年 该公告恢复了2009年以来实施的多次入境政策 该政策于2015年收紧 中国只允许深圳居民每周仅前往香港一次 当时的严格政策旨在平息香港民众的愤怒情绪 他们不满内地人利用较低的税率 每天往返内地好几次 购买商品再转售到内地 中国外交部29号回应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当天以间谍罪判处中国记者董玉玉 7年有期徒刑的提问 发言人毛宁说 中国是法治国家 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 违法犯罪必将必被依法追究 董玉玉被宣判后 其家人在给媒体的一份英文声明中说 今天的判决不仅对玉玉及其家人 而且对每一位有自由思想的中国记者 和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往的普通中国人来说 都是严重不公正的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当天也发表声明说 中国宪法保障其人民的言论自由 而董玉玉因为行使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权 而遭受惩罚是不公正的 今年62岁的董玉玉被捕前 曾任中国官媒《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 2022年2月 董玉玉在北京一家饭店 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遭警方拘留 随后被检方以间谍罪起诉 北京法院自去年7月起对董玉玉案进行闭门庭审 连锁服装品牌优衣库母公司 训销集团首席执行官刘景正 早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 公司产品并未使用新疆地区的棉花 报道刊出后引发中国消费者抵制该品牌的呼声 相关词条29号冲上微博热搜榜 许多微博用户留言猛烈抨击优衣库 并誓言抵制该品牌 不再购买其产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9号回应说 新疆地区的棉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 希望有关企业能够排除政治压力和不良干扰 独立自主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商业决策 立陶宛外交部29号表示 将中国驻该国代表机构的三名工作人员 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立陶宛外交部称 说这些人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和立陶宛法律 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这些工作人员已被要求在一周内离开立陶宛 2021年在立陶宛允许台湾 在立陶宛设立事实上的大使馆后 中国已降低于立陶宛的关系 在美国拜登政府任内尾声 美国与中国进行了罕见的换求行动 中国外交部28号证实 有三位中国公民从美国返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并未公开这三人的姓名 但声称他们也是被美方错误积压 而中方反对美国对中国公民出于政治目的进行打压破坏 必定会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人的权益 据金融时报、南华早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以及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这一次中美换求获释的三位中国公民 包含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许延军 中国公民季超群和26岁的刑上林 据上述报道 徐延军和纪超群在美国都是卷入跟间谍活动有关的指控 而刑上林被美国法院定罪的罪名是持有儿童色情物品 他在2021年认罪 德州的法庭文件显示 有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作证 说刑上林的家庭跟中国共产党内具有影响力的人士 有关联 继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在联合声明中 敦促中国政府保障香港新疆和西藏人权后 欧洲议会28号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议案 要求欧盟国家撤销对香港的特殊关税待遇及制裁中港官员等 还呼吁港府释放正在受审的传媒大亨李志英等在求人士 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军队议案表示反对 并指出欧洲联盟和香港是重要贸易伙伴 破坏双方关系必定会损害欧盟及其企业的利益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军队29号在日本海相关空域 组织实施了第九次联合战略空中巡逻 此次空中巡逻是两国自2019年以来年度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中央电视台称 此次空中巡逻旨旨在有效检验和提升两国空军的联合训练和作战能力 韩国军方称 11架中国和俄罗斯军机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后 韩国军方派出战斗机 这些飞机在空中盘旋了4个小时后才安全离开 韩国已向中国和俄罗斯提出抗议 称此次空中巡逻是未经通知进行的 各国出于安全考虑 要求进入其防空识别区的外国飞机表明身份 但防空识别区并非主权国家的领空 而且经常与其他国家的防空识别区重叠 以下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本谈消息 以色列军方29号表示 当天较早时在黎巴嫩南部发现真主党的恐怖主义活动 和便携式火箭发射器的移动 空军战机已挫败这个威胁 乙军在声明中说 目前仍然有乙军驻扎在黎巴嫩南部 正在采取行动打击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停火协议在27号生效 但协议生效第二天 乙黎双方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乙军当天说 一个被真主党用于存储中程火箭的设施 在有活动进行 于是展开空袭 而黎巴嫩军方则说 以军空中侵犯和使用各种武器 袭击黎巴嫩领土 本台消息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9号说 真主党将会与黎巴嫩军队密切协调 履行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协议 这次是已离停火协议生效以来 卡西姆首次发表讲话 卡西姆表示 真主党和黎巴嫩军队之间 将进行高级别协调 以履行停火协议的义务 真主党将与人民一起跟进 重建进程 真主党有适当的机制 并将与国家合作 他还强调 真主党将与希望在 塔伊夫协议框架内 建立一个统一黎巴嫩的所有力量 进行合作和对话 并努力维护民族团结 增强防御能力 另外卡西姆重申 真主党不想要战争 但希望支持加沙 真主党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不会停止 并且会以多种形式 进行支持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29号攻入全国第二大城市阿勒坡 并与政府军爆发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冲突 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反对派武装 在27号 也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 生效当日 在叙利亚西北部展开袭击 总部涉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 反对派武装以控制阿勒坡省和伊德利布省多个城镇和村落 并在29号推进至阿勒坡市西部 期间并没有收到政府军任何重大的阻力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又说 至今有277人被杀 当中大部分是战斗人员 并包括28名平民 叙利亚官方媒体29号报道 阿勒坡市大学城当天遭到反对派武装炮击 造成4名平民死亡 叙利亚军方说 在阿勒坡省和伊德利布省战斗中 消灭至少400名武装分子 还说反对派武装中 有大量外国恐怖主义雇佣兵 俄罗斯军方当天表示 俄空军轰炸了反对派武装 以击退袭击阿勒坡市的极端分子 本台消息 伊朗与英法德三国官员 2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 他们进行了坦诚的会谈 讨论和评估双边地区和国际事务等 最新事态发展 特别是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制裁等议题 加里巴巴迪表示 伊朗将坚定致力于追求人民利益 优先选择对话互动的道路 各方同意近期将继续进行外交会谈 伊朗与英法德三国的会谈是美国大选后的首次 有报道认为与会各方都希望能够就伊朗核计划寻找解决方案 以避免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上台后 为相关问题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本台消息 在伊朗与英法德三国官员举行会谈前 国际原子能机构说 伊朗计划额外安装超过6000台油浓缩离心机 并启用更多已安装的离心机 以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日前通过谴责伊朗的决定 不过新离心机的指定浓缩油水平是5% 远低于目前的60% 有报道认为 这显示伊朗仍然希望与西方国家 以及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进行谈判 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要用新型弹道导弹 帧数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决策中心 普京是在俄罗斯28号对乌克兰能源网进行全面打击的几小时后发表这番言论 并称此次行动是对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对俄罗斯领土持续攻击的回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强烈警告莫斯科称 任何俄罗斯的胁迫都会遭到强硬回应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9号 再次呼吁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并强调必须对这一行为予以问责 发言人劳伦斯说本周对乌克兰电网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加剧了平民在沿东到来之际所面临困境的严重关切 据报道除首都基辅外 俄罗斯28号还对至少13个其他地区发动了导弹和远程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全国100多万人受到停电影响 一些地区的供水和交通等基本服务被迫中断 本台消息 英国国会下议院29号初步通过协助死亡法案 让绝症病人可以选择结束声明 经过数小时激烈辩论 法案以330票赞成275票反对通过 根据法案 英格兰和威尔什地区内精神状况良好 患有末期疾病的成年人 如果经医生评估 寿命不足半年 有权选择在医疗协助下结束声明 他们必须有能力自行服用致命药物 支持者认为法案给予末期病人更多自主权 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但反对人士认为 病人可能会因为担心对家庭和社会造成负担 而选择终结生命 不是为了自己的福祉 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33.64点 涨幅0.56% 保收6032.38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88.59点 涨幅0.42% 保收44910.65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57.69点 涨幅0.83% 保收19218.17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到节目 由小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